詞曲 李宗盛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好 酸菜魚的由來是在90年代 這個重慶 有一個叫江村的 很多人說出去捕魚 捕完魚回來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為了討生活 所以那個魚 就跟著一些種植酸菜的農家 他們來交換酸菜 然後交換來的酸菜跟魚 一起來煮 才發現這道菜味道不錯 而且大家都很喜歡 除了可以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之外 還可以很多的 吃過的人都想再來吃 所以有很多的餐館 就來研發酸菜魚這道菜 所以很多餐館都會附加這道酸菜魚 後來又有人發現 這個酸菜魚可以當做一道菜 所以他們又把它拉出來 做成了一道酸菜魚 也頗受大家的歡迎 因為酸菜魚不但下飯 這個魚的處理方式也非常的鮮美 所以頗受大家的喜愛 所以這道菜從重慶就傳遍了整個中國 然後在去年的7月份 有一家公司把它代理進台灣 我們是台中第一家來加盟的 我們的酸菜魚是第一家在台中 江小魚酸菜魚是第一家 我們江小魚酸菜魚 最大的特色就是酸辣麻 酸辣麻是我們的老潭酸菜魚 我們本身還有金湯酸菜魚 還有番茄酸菜魚 然後根據酸辣麻 我們調配了18種口味來做分配 想要大辣的中辣的不辣的 大麻的中麻的小麻都可以做調配 我們的酸菜魚除了魚之外 我們還有麻辣的舌尖牛肉 也有豬肚豬肉 也有豬酸菜魚 豬肉酸菜魚 所以我們的選擇性有18種 同時我們還有推出一種叫做桑拿麵 桑拿麵是用400度高溫的石鍋 然後現場我們會用高湯來讓這個麵熟 然後這個我們所有的高湯 都是每天我們會殺100多條的魚骨頭 還有魚頭去熬製而成的這個高湯 就是魚高湯乳白色的魚高湯 假如說吃的人太酸太麻太辣 我們都可以加入這個高湯 可以讓它中和一下它的那個辣度酸度跟血 然後我們四月份 因為現在四月份的那個五倍券 快要到齊了 拿五倍券來的人 我們都會送小菜 最少送三道小菜 可以拿五倍券的 然後母親節我們也有特別的優惠 詳情可以打電話來諮詢 042310 0033 042310 0033 謝謝 我是江小魚酸菜魚大墩店 大魚店的經理王振宇 對 我現在介紹一下就是我們的老潭酸菜魚的部分 我們是以一種類火鍋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我們裡面會有部分的火鍋料 就是有金針菇木耳豆皮還有寬粉絲 對 我們的酸菜是用客家酸菜 它是苗栗客家酸菜經過28天熟成去製作而成 對 我們的魚是芙蓉魚是進口的 我們是芙蓉魚是碾魚的一種 在我們的呈現方式 我們之前都會把它的魚刺都剃掉 在客人的 上到客人桌上的時候是幾乎是不會有魚刺的 對 像我們店的豬肉 豬肚都是使用台灣豬去做使用 然後我們的牛是用進口的牛肉 美國的那個牛胸肉去做的 對 然後像我們的小菜啊 那些都使用的是道地台灣的產地這樣 那這個鍋子的特色是 它是雙層的 它這個其實蠻淺的 然後下面主要是我們會使用燃油膏 燈去給它做保溫的動作 會點火 所以下面這個是會熱的 會持續的保溫 讓我們的產品從頭吃到完 都還是溫熱溫熱的這樣子 因為我們會用燃油膏的 就要那些會裡的 就要要燃油膏 就要是燃油膏 因為是燃油膏 那麼強烈的 都沒有燃油膏 都是燃油膏 都沒有燃油膏 感覺是燃油膏 不好燃油膏 對於燃油膏